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风云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5月24号星期三 在今天 北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发布了首份中国人的国际安全观谜调查报告 外界高度关注的问题是 目前中国民众最关心的是什么 调查报告显示 中国民众最关注的是传染病 所以全球大流行病高居首位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22号 在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警告 世界必须为下一次的大流行做好准备 另一种变异株出现 导致新疾病与死亡的威胁依然存在 另一种病原体的出现 甚至可能更致命的威胁也依然存在 目前在中国大陆最具有威胁的传染病是武汉肺炎病毒 也就是中共官方口中的新冠病毒 5月22号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2023年大湾区科学论坛上表示 中国4月底到5月初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小高峰 而根据SIRS模型的预测 中国5月底每周的感染案例为4000万起 将在6月底面临着第二波的新冠疫情的高峰 每周预计会有6500万的病例 那么下一次的疫情真的到来的话 中共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呢 中国将面临着什么样的未来呢 请把您的看法写在评论区 但是更可怕的还不远远是这些 从2020年的新冠疫情开始到现在 有分析指中共开倒车已经到了可怕的程度 中国不只是经济下滑 人口也在急剧的下降 有分析指 年近70岁的习近平没有公布接班人 这种情况可能危及中国的稳定 同时动摇全球秩序的根基 另外 近期中国大陆金融和地产行业 也不断地传出反常的情况 24号 彭博社引述消息表示 内地最大的投行中金公司考虑在这周公布 将高级银行家2022年的奖金削减超过40% 中金支付给银行家的薪酬一直是与国际投行持平 而高盛和瑞银等投行因为过去一年市场交易的冷淡 纷纷削减了银行家的奖金 但中金这次削减奖金却与共同富裕的政策有关系 另外 陆媒24号报道表示 中国大陆多个社交平台上近日出现了副首付买房 这里的付是政府的付 也就是买房子不但不要给首付 还能获得一笔首付款 例如在深圳的罗湖区 一套520万人民币的学区房 可以向银行贷款570万元 购房人不但不需要付首付款 还能拿到50万元作为装修款 现在买房砍价是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大胆 卖房的人几乎都是在亏钱买房 房子成交期超过300天 卖房难 卖不出等现象也是越来越普遍 并且客户关注的焦点也从房子能否升值 变成了未来是否容易脱手 据业内人士的透露 副首付不仅是违规 而且后期的资金压力将加大 24号 大陆的房企人士赵红军指出 导致楼市销量和价格一起下跌的原因 主要是人们收入的下降 导致了整体消费信心的下降 以及裁员潮所导致的返乡回流潮 市场专家夏尔玛指出 曾经是中国经济成长火车头的房地产行业 现在已经蜕变成了一场房地产危机 难以应对的债务压力已经蔓延到整个经济的各个角度 对工业领域的冲击 快过对消费者和相关公司的冲击 他还举例说 华尔街认定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5% 公司营收就会增加8% 但实际情况是 今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只增长1.5% 作为消费需求重要标志的中国进口 也在今年的4月份下跌了8% 信贷增长上个月只达到预期的一半 而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20% 而且还在攀升 24号来自华盛顿的报道显示 美国联邦调查局检查2月份 在南卡海滩被击落的间谍气球之后 发现回收的设备当中 存在一些神秘的计算机代码 美国情报机构和卷入该事件的微软公司指出 更严重的是 经过检查发现 这些代码也在关岛和美国其他地方的电信系统当中出现 纽约时报报道说 微软公司证实 在间谍气球残骸当中 发现的代码也在其他的系统中存在 代码是由中共政府控制的黑客组织所安装的 在拥有美国空军基地的关岛 电子系统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代码 这种代码被称为是Webshell 安装的非常隐蔽 有时会流经路由器和其他常见的互联网设备 使入侵更难以追踪 为了防止危机继续的扩大 美国国安局和微软公司 在24号发布了代码的详细信息 使用户和制造商能够检测并删除掉 相关的代码能构成让黑客 可以远程访问服务器的恶意脚本 家用的路由器特别是容易受到攻击 尤其是没有更新软件和保护的旧型号 可能会成为恶意代码的目标 据悉和Webshell有关的黑客组织 被查明是福特台风 它是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行动的一部分 他们的入侵活动不仅是针对通信 电力和天然气等关键的基础设施 还针对海上运输 借助黑客的代码 相关的机构可以帮助中共政府 在防火墙之外的国际网络当中 发起破坏性的攻击 美国政府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 最新发现的代码是中共庞大的情报收集工作的一部分 而微软方面表示 到目前为止 没有证据表明中方利用访问权限发起了攻击 拜登政府拒绝讨论FBI 在回收的气球设备当中发现了什么 但毫无疑问的是 气球中含有专用雷达和通信拦截设备 外界担忧 中共对关岛系统的入侵 是来自于对台湾问题的高度关注 习近平已经制定计划 宣称军队要在2027年之前 具备夺取台湾的能力 但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 已经向国会指出 这个命令并不意味着中方确实决定入侵 对此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记者桑格认为 在间谍代码信息曝光之后 中方最先预期的行为之一 可能包括会切断通讯并减缓美国的反应能力 因此美方的演习当中 也设想了中共对卫星和地面通信的攻击 特别是在调动军事资产的美国设施周围 在亚洲地区 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是最大的美军基地 也是许多空军任务的发射点 而关岛的海军港口 对美国潜艇来说也是至关重要 这意味着 这也可能会是中共当局重点关注的目标 世界上最大的军舰 美国福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 于24号抵达奥斯路进行中途停留 这个做法是激怒了俄国 俄国当局认为美国核动力航母在附近徘徊 是一种有害的武力展示 法新社报道指出 这艘排水量超过10万吨 长337米的战舰 在护航下驶入奥斯路的峡湾 将在那里停留几天 然后前往北极 福特号将会参与一场军事演习 在恢复航行之前 福特号航空母舰预计将在挪威的首都停留数天 挪威军方声明表示 美国航母的访问和军事存在 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 可以发展合作关系 作为挪威最重要的盟友 美国这样做反映了双边的一次密切合作 由于俄罗斯处于和乌克兰的战争期间 美国航母对挪威的高调访问 受到了俄国政府的忌惮 并引发了强烈的谴责 俄国大使馆发言人切卡诺夫批评说 北部没有任何问题需要军事解决 也不需要任何外部干预 考虑到奥斯陆承认俄国对挪威 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 这种武力展示似乎不合逻辑 而且有害 在俄国发起对乌克兰的打击之后 挪威和其他的西方国家都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 作为北约的成员国 挪威在靠近北极的地区和俄国有陆地的边界 在巴伦之海有海上的边界 挪威首相此前警告说 将会对在石油平台上 机场等关键的基础设施上 飞行无人机的外国情报机构采取行动 在去年 挪威逮捕了7名可能从事敏感行动的俄国人 就福特号接下来的行程 巴伦之海观察家报表示 福特号和他的护卫舰群将在几天之后驶向北极 在5月29号开始演习 届时将有14个西方国家的150架飞机参加这次的活动 24号 美国媒体Axios发文指出 美国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考尔 正在对国务卿布林肯施压 要求他严格对待遏制中共竞争性行动的问题 并且提供有价值的对策和信息 迈考尔呼吁 包括布林肯在内的国务院主要官员 需要对国会阐述报告 就10月1号以来 与中国有关的竞争行动进行沟通 在写给布林肯的信当中 迈考尔表示 在中共政府间谍气球飞跃美国领空之后 他对美国政府采取的制裁措施表示质疑 对中英派的共和党人迈考尔断言 在这个事件上 美国并没有给出强有力的回应措施 敦促布林肯对外展示出更加强硬的姿态 不应该让美国在世界的舞台上显得软弱 其他的信息请求还包括 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 自2022年10月1号起制定的竞争行动日程表 与中国之家人员配置有关的文件 还有和中方官员来往的文件 以及自间谍气球事件以来的通讯信息 也是在24号 国务院中国事务高级官员 中国之家的负责人沃特斯 在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上表示 他计划在6月底离职 这个做法为国务院增添了动荡民俗 自从间谍气球事件以来 美国两党对来自中共威胁的担忧加剧 跨党派的议员们也都在这个问题上敲响了警钟 麦考尔说 在任期内 他的小组将重点关注和监督提高对中竞争力的问题 因此在对待中共威胁的问题上 他需要布林肯做出更多的答复 24号 美国新兴亚裔文化网媒Next Shark发表文章 谈论了一则曾经发生在日本的离奇新闻 事情是发生在1954年的7月 在东京的羽田机场 一个看起来和其他旅客没有什么两样的男子进入了海关 然而这位自称是商人的男子 却引发了相当大的混乱 在检查他的护照时 日本海关人员发现 他来自陶瑞德 一个地球上不存在的国家 更令人头疼的是 这名男子的证件似乎还是合法的 因为他的护照上有以前他访问过的国家的政府的盖章 其中还包括日本 他解释说 陶瑞德在欧洲 是位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个地区 然后他在地图上指出了那个位置 但对日本当局来说 他指出的这个国家 现在是安道尔公国的位置 在没有被认同之后 这名乘客是变得愤怒和困惑 坚持认为陶瑞德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 是日本的海关人员在找麻烦 日本当局对此是不知所措 在问询之后 他们决定将这名男子带到当地的一家旅馆 直到他们查明情况为止 男子的房间是在几层楼上 房门还上了锁 有警卫把守 而且是戒备森严 房间也没有阳台 尽管安保的级别是非常的高 但这名男子还是在一大早上消失的无影无踪 近期这个故事再次成为了油管和很多国际社交媒体用户热衷讨论的话题 有网友就怀疑 这个事件实际上是遭到了过分的炒作 这个案件可能是来自1959年 持有虚假护照诈骗的夫妻的故事 但是迄今为止 这个疑案仍然是获得来自国际社会网友的好奇和关注 Next Shark报道指出 近年来演艺界更是喜欢根据这个想法继续的发挥 而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们 现在也更加认真地对待多元宇宙的概念 您相信多元宇宙的存在吗 欢迎把您的答案写在视频的下方 这期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了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明天节目再见 明镜ires 明镜ires 明镜bes